大家都疫情都是 就是沒有工作 然後就去做了外搶繩索 想盡辦法要找到平衡 要不然真的會過不下去 很像就是一個人生嘛 就一層一層的摘上去 詹琪哥就是入圍四項大獎嘛對不對 謝謝 那時候當下心情是怎麼樣呢 其實就是要打開之前 就是很怕沒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會非常的緊張 那一打開的時候 其實就鬆懈下來 就比較放心 看到自己的名字之後 就是很興奮很開心 但是就是 還是要吻一下啦 好好的講 這時候你感覺是跟媽媽 開始競爭很多獎項嗎 對 兩個獎項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還是有跟她開始私下在那邊 小小的互相嗆一下嗎 有啦 是沒有啦 可是她一直在身體下都 都一直鼓勵著 我說我覺得是 兄弟我覺得是你 因為我 他們都分析音樂上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 不要想那麼多啦 別神又不是你 這張專輯我非常喜歡 所以 而且我們已經做了 真正兩年 寫自己的故事 然後就是第一章 這個 一一對我來講 非常的重要 自己是有段 會滿低潮的狀態嗎 對就是 大家包括疫情都是 大家都一致都很 就是沒有工作 那那個時候我就去 考了一些 音樂以外的工作就是證照 然後就去做了外搶繩索 就是高空吊掛繩索那種工作 都是為了音樂 所以我一直一直保持著有 一定要有工作 然後有時候我可以照顧假日 我在繩索之前我是做工地的工人 就是我做建築鐵工 想盡辦法要找到平衡 要不然 真的會過不下去 在做工的過程中 可能經驗會有做 拜託不要去 對是一開始是不行的 我先做了 然後再跟他們講 對不對 然後就拍些照片 就是滿安全的 那有拿幾首 那你可能在當下 就是有空出一些敏感 像那一首摩天大佬 對 因為我工作 做鐵工人是蓋大佬 到時候來講 就是很像 就是人生嘛 就一層一層的擺上去 然後大家都希望往上爬 因為你站著葉高 真的就看得很 更遠 過程當中都很危險 像我們平常 在生活當中 都是處在於危險的狀態 就一樣的意思 那你有沒有看到 我的心靈的貓 是有什麼樣的地方 剛面對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很慌 也沒有想過說 有孩子要怎麼教 然後 只是我自己都搞不懂 這個社會在做什麼 然後我要教他 你長大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變得很慌 他很辛苦 就這麼小就要 碰到我這樣 什麼都不知道的老爸 所以我就會喊自責 我到底要做什麼 才能讓他更 更開心的過生活 其實我自己的年紀 想太多了 才那麼小就要教這些 有什麼用 所以我就是寫了那一首夢 在這麼小的年紀裡面的時候 你就好好做夢 隨便你夢什麼都可以 有準備好就是 可能當天走 應該會不會帶兒子 老婆一起重醒嗎 有啦有想過就是 因為我專輯裡面 都講到兒子 我也想要讓他走看看 然後紀念一下 說不定你以後沒機會 對啊帶著小孩 不怕你以後沒機會 這是什麼 帶著小孩 帶著小孩 這樣走我覺得會比較 輕鬆一點 對 因為焦點可能就是 查不住我 我怕我會緊張 你看他如果是 那種金錢紅 還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他現在家裡就會有練習 他自己會練習 我是誰 然後一直揮手 可是你到現場 他到現場可能會躲在我後面 那個人太多 他們說要 用一個麥克風服裝 金曲獎盃服裝 一個獎盃裝這樣 我就可以看嗎這樣 進入圍之後 去上班會不會被同事說 你是不是 其實他們同事也是 自己團員居多 就算是外面也應該就 也不太認得出來 我還沒有像周杰倫這樣子 隨便走就被認出來 哈哈 來吧 好